然後就是 L-I-N 有一天我看到他手機上出現 L-I-N-E 我就問他說 你的名字怎麼多一個 E 為什麼他這樣有耐這種關係 我就說你名字為什麼多一個 E 啊 他是 L-I-N 所以我就覺得 其實我不是刻意的在反對這些網路 或是演出這些東西 而是我覺得 那個是會超乎我情緒跟情感上的抗感 如果我今天看這東西 我是可以完全不帶感情的話 那我是在浪費時間 那如果我是帶感情的話 我會對這些事實認真 那我的情緒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那你說刻意把這個 那個又是這麼冷淡 又是這麼熱情 其實我覺得我是熱情的 因為我可能以前就是 鄉下的生活穿裝非常小 只要有一個小朋友 不管是左倫右是哪一家的小朋友 從台灣到公路去過暑假 其實我跟他也不熟 但是當他回到台灣 然後結果他消失了 我就突然會有點想念他 所以我就覺得 嗯 寫作的最基本就是 你是一個自主邏輯的人 但是這個就不能太半暗了 不然會讓自己也身心受創 不然會讓自己也身心受創 你還住 我會想看 連人們都不停 我會想看 谢谢大家